2022年 最适合学生党的手机 哈喽 大家好 是宝哥 再过半个月 一大批大学先生就要开学了 那到底搞什么机 储存学习资料呢 这期视频 宝哥就给大家安利一波 一苹果十三 颜值高 性能好 公认的十三箱 搭载有领先的a15芹片 六点英寸的奥赖的屏 虽然没有高刷 但以苹果的流畅度却胜似高刷 最最主要的是 它是一部可以让你用到毕业都不会卡的手机 试问 如果钱包到位 谁会拒绝呢 我太难了 二 苹果十二pro 一部前年发布的旗舰机 雕价最猛的iPhone 搭载满血的a14芹片 性能和a15没差了 还有金属磨砂质感的机身 颜值非常高 综合外观和性能略胜于苹果十三 三iq有9 自从华为跌下神坛后 vivo就成了国产机的老大 他则已不是当年的常备机 而是kpl比赛专运机 搭载全新一代的骁龙8芯片 120hz高刷屏 再加上orange os原系统 使用流畅度不亚于苹果 充电和续航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主要是二十多张就能到手 铁铁的争相机 啊 真香啊 四红米k50 红米系列的手机简直是性价比的代表 搭载天机8100芯片 性能相当于骁龙886点六云寸的高刷屏 5500和20大电池 能完全满足日常的需求 很实用的手机 还有他的小弟红米k40也很不错 绝对是千元机的领头羊 五OPPO锐脑7清晨亮丽的颜值 高进的骁龙778G芯片 还有6.4英寸高刷屏 4500还时大电池 性能和使用体验都很四伐 六荣耀X30 如今的荣耀已经超过了华为老大哥 一脉相成的外观设计 颜值很高 大载骁龙6955G芯片 120hz高刷屏 还有4800还时大电池 支持66瓦快充 综合性能绝对够用 性价比贼高的千元机 7 红米诺的11也是一款使用性很强的千元机 搭载天机810芯片 支持90hz高刷屏 日常使用绝对够用 很受欢迎的机器 最后一句话总结 中极端选安卓 高端机选苹果 铁定没错 你觉得呢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